好,在这个单元呢,我们要讨论的是 ECL函述应用 如何输入编号后列出明细 但是没有像次的 没有像次的 结果在这边,就说我在F2输入了编号以后 它会自动出现什么 各个像次,各个项目,各个价格 比如说我给你改成A02 它就自动变成有没有三个 或者我改成A03 它就变成一个,有没有 那这怎么做呢 怎么做 首先呢,第1个 你要用的是一个函数 叫做 FLT 这个函数 左括号 我们的范围要抓是什么 像次到 价格 就这个阵列是像次到价格 V2到D7 逗点 我的条件是什么呢 是A2到A7呢 等于F2 等于F2 这是我的条件 好,那以后按Enter 它就自动把这些资料 把你筛选出来 筛选出来 那这边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要特别注意到的 就是说 它不需要 干嘛 把这个 编号范围 放进来 这个指定的范围 不需要包含有 编号范围 编号范围 只是我们对应的什么 条件而已 条件范围 那它会自己根据你的 第几列 去抓第几列的资料 A01出现了 第2列第3列有出现 然后同样的它会把V2到D3 这个范围的资料 抓出来 它会自动判别 但是这个版本的函数呢 基本上要2021版 或者是365版本 它才可以使用 其他版本会有问题 剪钮 黑石 基击 这可能是 这里 这可能是 和 它 据 现在